柯文哲和民进党进来频频隔空交火 17号他批评民进党主席卓荣泰 谁叫你为了操纵民意做没必要的对抗 针对林飞帆担任民进党的副秘书长 柯文哲也是批评 说民进党说谎成性 19号柯文哲更是感叹台湾沦落到 只有草包和菜包可以选择的地步了 这真的是很糟糕 赖教授柯文哲和民进党是怎么结怨的呢 柯文哲跟民进党原来从同盟关系 当时民进党自己沽 他们选台北市市长的话 他们赢不了 那柯文哲会赢 所以民进党就不提名 那你让柯文哲 果然柯文哲就击败了国民党的连胜文 那担任了这个台北市的市长 但是柯文哲他内心里面 他自己有他自己的定见 也就是说他可以运用当时的氛围 去击败国民党 但是他很清楚的知道 他当台北市市长之后 两岸的定位是很重要的 还有就是未来如果他要竞选2020年的话 两岸的定位那就重中之重 所以他当时我记得我是第一届的 台北市政府的这个大陆小组的委员 那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就直接问他 我说市长双城论坛你办不办 我就知道他要办 我只是要讲给台独听的 因为我们12个委员里面 就我跟另外两个是蓝的 其他的九个都是毒的 而且毒的很严重的毒 那么各个独派的人全部都在里面 我就是故意讲给他们独派的听 我要柯文哲的嘴巴讲出来 他说要办 我说要办好 那要办的话我们就考虑你的底线是什么 九二公司我说你不可能现在答应 但是两岸一家心可不可以 他同意 我知道他一讲出两岸一家心 我那时候眼睛余光 瞄一下台独的那些委员的脸 整个人都落下来了 他们就开始一直一而再再而三地讲 就是要那个柯文哲转变态度 柯文哲就听听听听 你们的意见都很好 但是这个两岸一家心两五口互相 就这样就定案了 那我们就开始推了 好独派就可以跟他 就开始跟他 那他就知道他已经得罪独派了 而且他也要跟独派切割了 你想想看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过了四年 他没有伟大的政绩在台北市 因为他当时所说的 所谓的弊案没有一个处理完 他了不起一个政绩就是把这个高架桥拆掉 让北门露出来 然后再把那个地下道拆一拆 其他的他在台北市没有重大的政绩 那重点就在于他要竞选连任 其实他眼睛看的是2020 那他要竞选连任 而在那个时候国民党是有气势的 丁守中他是一个很资深的立法委员 他在台北市也经营很久了 所以他是可以 如果柯文哲有民进党的支持 那柯文哲就很轻易的就可以击败定守中 可是如果没有民进党的支持 而民进党如果一定要选到底 那柯文哲相当有可能就会落选 所以柯文哲在选前的时候 跟蔡英文跟苏贞昌 他们有怎么样的秘密的互动很多次 那我们看出来他们之前有一个承诺 换言之也就是 这一次就再离让一次柯文哲 结果蔡英文他们出尔反尔 出尔反尔他们原先的答应 承诺就话无有 柯文哲就背水一战 这个背水一战的时候 刚好在那个时候台湾发动起来是无色决心 可是台北市刚好操作错误 因为台北市那时候丁守中 他背后的那群幕僚群 那群幕僚群就是郭台铭 背后的那群幕僚群重叠相当高 他们要搞蓝绿的对抗 可是台北人不要蓝绿对抗 所以我们看到柯文哲就以一个 非蓝绿对抗的方法 那就赢得了这个选举 但是胜选而且是险胜 这一险胜两职就结胜了 因为柯文哲最后是他妈妈出来呼应 说可不可以给他儿子一个机会 连他妈妈的面子都不卖的时候 他妈妈就说 那从此以后我们柯文哲没有欠你了 那妈妈讲的这句话 其实就是柯文哲要讲的话 就从此以后我没有欠你了 你是你 我是我 两者就这样结起来 我们发现民进党对柯文哲 骂战的这个响应也是有一些微妙 苏正商虽然被连骂了两次不要脸 但是他呢只想应说不在意这些政治的语言 而蔡英文连续三天被柯文哲炮轰 那当记者追问这个白绿到底还有没有合作空间的时候呢 他是愣了三秒钟没有回答 非常奇怪的是民进党为什么会这么克制呢 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 白绿到底还有多少合作的空间呢 为什么会这么克制的原因在于 现在柯文哲还没有宣布参选 所以他们会尽一切的努力克制 不管柯文哲讲的话再难听 而且你可以看到 民进党表面上虽然非常克制 可是下手是非常阴狠 不但这个九合一的梁子没有解掉 最近几个案子我们也看到 在这个台北市的开发案里面 民进党是存了心要让柯文哲一事无成吗 包括他指为台北门户的双子星案 现在也面临卡关了 这里面最让柯文哲不满的地方就在于 明明你的经济部已经说 这个案子是没有入资在里面的 结果经过五六个月冗长的一个审理以后 最后你们又打回票 不准这个南海控股来碰双子星案 柯文哲说你要说早点说嘛 你要说不合格 你第一时间告诉我 我也不会对你产生怨对 所以我想这两方合作的可能性 已经近乎没有 只是柯文哲迟迟不宣布的原因 当然是像老师讲的 他还在企图从蓝绿两边各挖出 属于他的支持者 把他的支持者营造到一定的这个深度以后 他才会宣布参选 至于韩国瑜呢 现在也被柯文哲贬低为 只有管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的水平 这话说回来 柯文哲当台北市长这几年 他的管理水平究竟怎么样呢 台北市因为有了柯文哲而变得更好了吗 柯文哲在台北市的这四年多 我们讲不出他有做了哪些好的 但是你也讲不出他做了哪些坏的 你讲不出他有浪费台北市民的钱 可是你也讲不出他有哪些建设 台北真正的问题是出在哪里 台北真正的问题是出在于都市更新这个部分 也就是台北的城市的这些老旧建筑都已经老化了 应该要整个更新 可是台北人或是台湾的民众 特别是台北人很清楚知道都市更新 不是地方政府能走到的 都市更新一定是要上面 因为它牵涉到法令的修改 牵涉到容积力 牵涉到整个都市的一个重新的变化 那因此台北人不会把这个责任 怪在柯文哲身上 你也会看到柯粉 他也不会把这个责任怪在柯文哲身上 这也就是柯文哲厉害的地方 就是什么看起来都没做 可是好像什么都有在做 然后呢每天好像很忙 可是忙完了以后也没有人知道 他在做什么 但是呢你问台北人有没有不满 心存怨对也没有 那你认为台北人有没有幸福感 也讲不出来 这个就是柯文哲 我们再来看柯文哲突然火力全开的时间点 刚好是国民党2020党内初选结束 而蔡英文到海外参加活动的时候 柯文哲是要努力的来骂出2020的选举路吗 那在民进党和国民党这两辆大车的夹缝当中 他要怎么去驳出位呢 其实我真的觉得他是要骂出一条路来 你可以看到他最近的这个火力 这个非常的猛 非常猛原因就是我认为他之所以会这样两边开炮 就是他要为他的2020营造一条路出来 那你会问我说到底他的路在哪里 我可以我可以跟这个所有观众朋友报告 就说台湾呢这很多这个很多的台湾的朋友 其实对蓝银绿银都很感冒 都很感冒都不喜欢 可是柯文哲呢柯文哲虽然是刚向赖老师讲的 无为而至 你看不到他在台北市到底做了什么东西 但你不会觉得他这个人呢像民进党那么猖狂那么讨厌 那么容易在蔡英文继续连任的路上 可能导致两岸的战火 可能导致台湾整个往世界各地的道路更加坎坷 那所以呢我认为柯文哲就是 第一个他吸引的是年轻族群 因为他很活泼 他最近讲的话甚至他不时反过来 他现在还想吸纳韩国瑜的支持者的票 比如说他现在会讲 这个最近南台湾这个暴雨量 我跟你讲 如果连续三天下在台北 台北正要淹水了 所以不要再讲一些什么幸灾乐祸的话 这个话听在韩国瑜支持者的耳朵里面 会不会觉得很窩心 所以我认为他在开辟条道路 也就是讨厌蓝 讨厌绿 甚至是郭台铭的支持者 最后是蔡英文的支持者 如果最后在这个大选的阶段 他的支持率能够拉起来 那么产生气宝效应 这个就是他最终要拿到大位的一个方法 好的 感谢两位来宾带来的分析和点评